大概等了一個多小時 他們有動靜 我們都聽完那邊的部分 然後就開始走 走出來之後 基本上他們還是有三輛車 三輛車的時候 我們就跟著他們的車 首先我們的七人車 跟著他們的七人車 我們是排頭的 因為我們有司機 我們司機非常之 飛了一輛 直接跟著他們的一輛 就隔了後面兩輛 隔了他們後面兩輛 我們排第二 變成他們的第一輛 他們一直走一直走 我們不對路了 因為向九龍方向 即是離開張軍澳 離開張軍澳 離開西貢區 那時已經是晚上四點多 補充一件事 就是 他的七人車自從從TVB走出來之後 都關了臉 也看不到裡面是有什麼人 就出去了 出去了九龍方向 馬出來馬立即打給我 因為我們不同車 他打給我 他就說 不對路 他們好像想出九龍 你猜會不會 他們大隊不在七人車 在其他車上 接著引我們出去九龍 再做其他事情 我們就說 有可能 如是者 擔心這個情況之下 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正在出九龍 他們第一輛車 我們第二輛車 我們照跟他們出九龍 馬出來 見是這樣 都跟著我們出的 後面還有一輛的士 是他們的 都跟著我們出 但是還有一輛車 就是沒有跟我們出的 他們離開了 就不跟我們出九龍 他就去了 我不知道去哪方向 因為我們跟著去出九龍 大概是將軍路或西貢方向 其他車就說 見到我們有兩輛車跟 好了 我們不如跟另外一輛 真的怕有不妥 就跟了另外一輛 我們如是者 大概有四輛 換句話說 他的七人車 我們七人車 馬出來的車 和一輛的士 就跟了去出九龍 一出了將軍路隧道之後 他們就靠了 我上了藍田廣田村 那邊 我們突然 又想起一件事 為什麼會走來這裡 突然想起一件事 可能有人很熟悉的區 他說 前面還有一條司家路 是可以繞回將軍路的 即連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司機也知道 司機也知道 馬上說了一句話 他說 但是那條路是司家路 要拍卡的 要拍卡才能進去 拍卡才能出去 那條司家路是甚麼屋園 是圍景灣盤 屬於圍景灣盤 圍景灣盤 圍景灣盤 原來圍景灣盤的地理就是這樣的 他在藍田有一個入口 張軍澳有一個出口 我們完全不知道 但是他們知道 他們也有方法 我不知道 他們想了 有人住在那裡就可以了 我們就糟了 因為司機提出來 我們司機提出來說 我們沒有卡 不能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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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藍田那邊入口 去到張軍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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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張軍澳那邊出口 他的保安是可以不讓你出的 沒有那種卡 是不能出的 這裏好聽 然後我們跟進去 都先跟進去 發覺進去真的沒問題 進去 連馬初來也跟我們進去 但唯一就是那輛的士 沒有進去 我們又掉了一輛的士 不要緊 跟著那輛七人輪 跟著第二輛就是我們 第三輛就是馬初來 現在只剩下三輛 兩輛車就跟著他 就是兩輛車就跟著他 然後進去之後 臨出閘了 去到臨出閘了 他拿張卡出來 他有拍卡 他們真的有人出門 他們真的有人出門 真的拿張卡 其實我們也在擔心 因為司機曾經說過 我們沒有卡 不能出門 誰知道這個時候 我們後面有位醫生 聲洩醫生 聲洩醫生 跟他說 不用怕 我也有卡 因為我住在這裏 我們整個車在爆笑 我們真的猜不到 我們只會覺得 厲害 聲洩醫生 很厲害 我想他們都是計算以外 所以他們最後都被我們跟著了 去到閘的時候 我看到他跟保安局聊天 我想他的意思大概就是 後面那一輛不是居民 你看看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事 不要讓他離開 那些是知而處女 但是誰知道 我們不跟保安局聊天 拿張卡出來 我們司機很帥 就跟著他出去了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我留意到 他們後面座位 是拉簾的 勾了個簾來看看我們 但是他真的想不到 我們就跟了他出去 但是馬出來就跟不到了 因為他真的沒有卡 他真的沒有卡 這個時候就跟了他一格 變成我們單對單 這個時候 我們就唯有電話聯絡 我們說馬出來不要緊 你從藍田那邊走 我們去到那邊隨時告訴你 然後如是者 我們就跟他的車走 跟著一下就發覺 他回到原先方向了 將軍路 經清水灣片廠 再經清水灣道 向西貢方向去 我們就立刻 事不宜遲 就立刻打給馬出來 你現在立刻去西貢 我想他們去西貢了 那你們就下了西貢區 他們放下了兩個人 是啊 這個又是 他出第二計了 出第二計了 去到西貢區 這個時候馬出來已經很快 就到了 但是他們去到西貢區的時候 他們就下了兩個人 我們一開始以為他們有所行動 但是不是 就下了兩個 我懷疑是助理 因為是兩個人 一男一女 不認識的 就去了西貢區的西貢區 西貢區的西貢區 就是這樣 但是不是 這個時候 他們開車 就是 把兩個人放下了 他們就開車 那好吧 開車 我們都擔心 因為馬草來未遲 我們只剩下一輛車 我們在想跟兩個助理 還是跟主車 我們決定是跟主車 然後馬草來剛剛來到 也不理會兩個助理 跟著我們 一輛兩輛車就去 與此同時 沙田那個 莫乃光 莫乃光議員 莫乃光不是議員 對不起 莫乃光 就剛剛來到了 變成我們三輛車 跟他一輛車 變成了 因為 現在三對一變成了 好了 與此同時 他在看他去了哪裡 他就向北潭中方向 再去西沙方向 就是馬安山方向 我們就越來越不對勁了 有一個人在想 為何要放下兩個 為何 這輛車去哪裡 因為他快要出西貢區 然後我們再聽心 就發覺 就是 泰山在廣播 廣播內容就是 我們就說 我們剛剛去到便利店 買少許飲品 還有 發覺有些報紙出了 哪份報紙的頭條 就是什麼 他直接讀報紙頭條 我們就 咦 難道我們跟掉了 難道他們成功了 這樣 這個時候 大家一起聽 因為我想他們後面兩個車 一起聽 這個時候 我們的司機就說 要不要掉頭 我們就說 不要不要掉 我們繼續跟著 但是馬上來就聽到 就掉 我想說 也對的 一個調回去 我們一個跟也好 他就調回頭 最後就是 兩輛車調回西貢 我們就一輛車 繼續跟著 他們的車輪輪輪輪輪輪 接著 跟與師同事 我們車裡面 昇士醫生就說 這個廣播也有點不妥 為什麼呢 他聽得出 為什麼他不找人做訪問 即 你去到 七十一 沒理由不找姐姐說一下 你這麼喜歡 我下區要跟人聊天 但是也沒有 那我們就覺得 泰山就說 怕醜 對啦 說怕醜喔 他們不肯上鏡 不肯出聲 講講講講 講完哪一篇報道之後 我們就發覺不妥 我們有理由懷疑他 他在車上做訪問 做電家的訪問 聲到 聲動激 他們用第二計 騙他 誰不知呢 他就開著車 一路驅車去白石 就下車 去到白石的沙灘 就說 葛佩帆議員 和泰山 就兩個人摸黑 下去沙灘 捉蟹 捉蟹 找了一條海心 找了一條海心 只錄了一分鐘 有沒有人在那裡 沒有人 沒有人 人都沒有 就摸鞋 泰山去摸鞋 這段我又拍到的 這段我又拍到摸鞋 神經病 接著他們兩個沒事 又走上來 接著就去了西貢 又回到西貢 我們一直跟馬豉來聯絡 當然他們那邊找不到人 因為泰山根本就在駐車上 他們成功地摸不到我們 接著我們就跟回他的車 完車就直接回到西貢 當時已經是五點二以上 五點多 我們離開白石已經是五點多 去到西貢 就已經天亮了 去到西貢之後 他們就下車 但很輕鬆地下車 好像沒有帶任何東西 我們就鬆懈了一點 我們都跟著下去 其實 他們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一轉彎之後 你知道西貢有很多後巷 一轉彎之後 不見了他們 我們已經跟足了 後來再發覺 我們就在西貢區走一輪 找一輪 找不到 就發覺原來 他們進了一間酒樓 他在後巷進去了一間酒樓 訪問一些點心師傅 後來估計 應該就是那兩個助手 或者下車的兩個人 先安排 他們進了一個私人地方 我們就沒辦法 沒得進去 整件事 就最後 唯有等他們出來 因為當時已經六點鐘 他們最後的訪問 唯有做到就是那兩個點心師傅 最後過了六點鐘 我們都完了 他們就完了 剩下馬草黎和幾個外勤的朋友 包括聲薛醫生 Jacky 他們都在那裡 就等待泰山走出來 因為做完節目 他們都要離開 那段片其實都很精彩 那段片是想泰山交代意外論這個說法 很可惜他們全程由離開走家 到上車的那段路裡面 他們都是物不作聲 最後就沒有事情發生 因為其實我們想拚咪 看看他們能不能回答 沒有回答 最後就唯有幸好我們有鏡頭 我們就拍了成段 至於昨晚那四個小時的追逐過程 或者少少拍攝花絲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在剪輯 應該在今晚的節目之後 大約是11點左右 就可以有一看 我們就會上載互聯網 上載討論區 謝謝子余 你出來繼續剪輯 不好意思 搞了大家這麼久 因為我想這個 都算是廣播史上的一個歷史